词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乘风破浪三的三宫舞台已经圆满落幕 主委姐姐贡献了靓丽的舞台的同时 也再次洗牌了人气排名 王心灵对凭借星星点灯的选曲排名第一 该曲聚集了王心灵 蔡卓妍 周星彤等人气选手 更是上演了推丝侧公翻的名场面 刷了一波回忆杀的同时 外加星星点灯又是经典名曲 直接让这唱跳俱佳的组合走上了第一的宝座 而谭威威队的欲赞居第二的同时 郑秀岩队的无名的人 余问问队的家人以及徐梦陶队的十一则分居第三 四 五的位置 自然 对于这样的排名也有不少网友有所非议 认为家人组排名过低的同时 更是不舍留恋的淘汰 然而 当观众还沉浸在留恋淘汰的失落中 更是对排名有所不满时 王心灵对的星星点灯却太上了事 政治化发文质疑星星点灯歌词被改 震惊 愤怒与遗憾 关于我的经典歌曲星星点灯 被乱改歌词一事 我表示震惊 愤怒和遗憾 随着星星点灯原唱政治化的发文 瞬间就将星星点灯歌词的话题送上了热搜 乘风破浪三的三宫舞台刚刚落幕 显然的矛头更是直指乘风破浪三节目组 而《乘风破浪三》中 确实对于政治化的原曲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 将原曲中的励志 苍凉 年代感都悉数替换 变成了一首Disco Rapid剑剧的甜美女盘舞曲 原曲中的歌词《现在的一片天》 是肮脏的一片天 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 再也看不见也变成了《现在的一片天》 是晴朗的一片天 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 总是看得见 而正是这歌词上的更改 遭到了原唱作者的不满 可惜 面对政治化的维权 当代不少网友的表现却显得有些虚魔症 其中蹭热度质疑不断的同时 更是怀疑政治化为何要拿《乘风破浪三》说事 明明央视16年以及18年已经把歌词改了 为何要到2022年来《乘风破浪三》处维权 而相较于原歌词的肮脏 更有不少网友觉得改编过后的歌词更为入耳 肯定了《乘风破浪三》姐姐们的表演 更是将政治化的评论区沦为了空评场 其中 更是有不少姐姐粉直接艾特节目组 评论到 外节目组吧 跟姐姐们无关 你要改歌词不提前跟原作沟通 如果涉及到版权 之前应该提前沟通吧 别乱开枪 找乱改歌词的人 歌词不是姐姐改的 这样的评论随处可见 瞬间也将《乘风破浪三》节目组拉下了水 而看过节目的观众 更是为姐姐们鸣不平 只因在选取环节时 星星点灯就是一首比较不受捧的歌曲 王心灵组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 最终才选定了这首歌曲 在明白歌曲并不适合对内成员时 王心灵组对于星星点灯的改编 也是绞尽脑汁 拼命练习不说 更是侧空翻旗上 拼命整活 拼命拉分 人气第一套的不只是人气 其中还有助努力 然而 随着政治化质疑的到来 粉丝却觉得让这份努力变得荡然无存 但是 看过政治化的翻文 其实不难看出 政治化愤怒的始终不过是乱改歌词一环 可惜 粉丝的控评搅局成功将评论区画风带篇 也招来了诸多路人的不满 政治化星星点灯歌曲背后的内涵 又有几个人知道 面对央视改编可以 芒果改编就不可以的粉丝质疑 有网友很快就套用了攻心技中 姚精灵的经典台词 打你就打你 还要选日子吗进行总结 一言以蔽之 就是维权就维权 还要挑日子 选对象吗 当然 其中也不乏版权论的网友 其观点是 若是芒果买了星星点灯的版权 那么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编 原作者收了钱 又要来质疑不该改歌词 那就显得有些又当又利了 当然 众说风云中 难免又将引发一场妈战 然而 细品星星点灯这首歌 了解该曲的内涵 都知道这并不是一首适合 乘风破浪三舞台的歌曲 星星点灯发行于1992年 由政治化亲自作词 作曲 陈志远编曲 也是政治化较为广为流传的一首歌 星星点灯 照亮我的家门 让迷失的孩子 找到来时的路 星星点灯 照亮我的前程 用一点光 温暖孩子的心 歌词快至人口的同时 更是不少80后 90后青春的记忆 而细看星星点灯的歌词 其中有助批判 但是 批判就不是正能量吗 自然不是 正如政治化水手一个一般 星星点灯在批判中又怀揣住西记 人的一生中 难免会遇到彷徨 无助 政治化创作这首歌的初衷 便是希望能够给人带来鼓励 而歌词中现在的一片天 是肮脏的一片天 确实也充斥着批判色彩 但结合政治化的创作背景 外加咖的机关 就可以想见这首歌能够问世 是多么不易 星星点灯不仅是政治化创作的作品 更抒发了他当时创作的情怀 自然 这样的歌词 摆到线下确实会引起部分人的不适 甚至不惜将歌词中的肮脏改为了晴朗 让星星在文明中总能看得见 然而 这样歌词一改 一首批判的歌曲就变成了歌颂的歌曲 利益瞬间就变了的同时 也丧失了原曲的坑香有力 批判就不能是正能量吗 歌颂就一定是正能量吗 为何明知是一首不适合的歌曲 节目组还要放到选曲中 毕竟正能量的歌曲有千千万 为何偏偏挑中了星星点灯这一首在歌词上有质一点的歌曲 而不管是16年 18年还是22年问世的星星点灯 在歌词上都被原曲进行了更改 如果原作者没授予版权的话 确实也有合法维权的权利 改歌词才是争议的焦点 并不在于姐姐们是否躺枪 也不在于政治化为何只挑软狮子年 那么 对于政治化愤怒星星点灯被改歌词一世 大家又是什么看法呢 这里小编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改歌词这事 肯定不能愿望心灵他们这几个演唱者 他们说白了只是这首歌二次加封后的传播者而已 歌词的改动应该是浪解三剧组的事 和演唱者应该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那么 浪解三剧组这一块有错吗 我们首先必须要承认 大部分原创者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 内心肯定是不好受的 星星点灯被改歌词让我想起了当年徐克拍《东方不败时》 之后被金庸先生再也不卖版权的事情 又重新回到了观众的视野当中 他对于歌曲的传播还是有助非常积极的意义的 而对于改歌词这一块 画歌不妨向金庸先生看齐 当年魔改金庸小说的剧组和只徐克一家 老爷子最开始也会嘟囔两句 但后来可能是见多了的缘故 也基本上不说什么了 所以画歌大可以放宽心 对于真正喜欢这首歌的人而言 他原来的样子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忘记的 那么大家是如何看待星星点灯被改歌词这件事情的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